這次必勝客推出的是炸雞 是不小心掉在了柏油露上面的炸雞嗎? 無法形容 就是它的顏色呢 還真的非常粉 吃起來有點像是鹹酥雞的感覺 這個肉質是還蠻滑嫩的 所以它雖然是粉紅色的 但它其實就是起司啦 兩根骨頭都這樣插出來 有辣 喔!有辣有辣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終於 我等了好久 這些什麼肯德基啦 必勝客啦 麥當勞啦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出新品 終於給我等到了 那今天開箱的東西呢 是必勝客我推出的新品 而且這次必勝客推出的是炸雞 老實說 這可能也算是半個奇怪美食吧 因為呢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它已經在桌面上了 是不小心掉在了柏油露上面的炸雞嘛 然後這個是 呃... 無法形容 就是它的顏色呢 還真的非常粉 然後另外呢有一個是 它說獨門香料的炸雞口味 所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口味 今天就一次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然後再次這個炸雞呢 它其實算是點心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盒子的部分呢 其實是用點心盒裝的 大小呢 也沒有一般的炸雞大了 還比我的手掌再小了一點點 然後它這樣子一盒呢是兩支 獨門香料呢是158塊 另外兩個比較特別的版本呢是165塊 我自己是覺得有一點點貴啦 它真的還滿小的 所以這個價錢偏奢 希望它好吃一點 那我們就先從比較正常的這個 蜜製香料炸雞開始吃 可以看到它表面的部分呢 其實跟一般炸雞沒有太大的差別 稍微偏黃了一點點 味道上聞起來 就是一般的炸雞 吃吃看吧 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像是 鹹酥雞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我好像其實日常 也蠻常吃到這個味道 然後我覺得 鹹度的部分 偏鹹 然後它雖然炸雞非常的小汁 但是還滿鮮嫩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炸雞的部分 看到它那個湯汁在表面上的感覺嗎 所以吃下去呢 這個肉質是還滿滑嫩的 好吃耶 給過 我整個總結來說 還滿台式的 真的是好吃 所以我現在還想要開第二隻來吃的那種 那接著我們來吃個 可能稍微比較沒有那麼可怕的 辣起司口味 所以它雖然是粉紅色的 但它其實就是起司啦 然後可能加上了一點辣椒 那韓式的炸雞很多都是這樣嘛 就是起司但是又會辣的 所以我覺得未吃先拆它應該是好吃的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三盒炸雞送來的時候啊 就只有這個口味的炸雞 它就是感覺已經快要解體了 兩根骨頭都這樣擦出來 確定是不是因為起司粉 可能放久了 會稍微變得比較濕一點 所以以這三隻來說呢 這款炸雞真的是 比較沒有那麼酥脆的感覺 喔有辣 喔有辣有辣 我覺得是它 起司粉裹的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 吃下去的時候 哇塞 它辣度不低耶 大概逼近中辣囉 但是是爽的那種辣 只要再多吃兩口的感覺 覺得起司粉不是非常突出 但我反而有吃到 辣椒粉的味道 就是我們一般在吃鹹酥雞的時候 它問你要不要加辣 那個辣椒粉的味道 尤其是它的皮 如果你單吃它的皮 你就可以吃到滿滿的辣椒粉 然後肉質的部分呢 跟前面一隻差不多 就是都還蠻嫩的 好那我們接著就要來吃這個 長得最奇怪最恐怖的炸雞了 它真的很黑耶 但還好 它只有黑拌麵而已 背面的部分呢 完全就是一般的原味炸雞 然後它的口味呢 是黑蒜 所以理論上來說 不會到太難吃 應該也跟我們 平常開箱的奇怪美食一樣 是看著恐怖 但吃起來好吃吧 好奇怪的感覺喔 沒有什麼蒜味耶 它這麼黑 但沒有蒜味嗎 它最尾韻的時候 會有 一點點 一點點 真的是一點點的蒜味 不然其實我們這樣吃下去 它就像是在吃原味炸雞 然後 皮沒有那麼脆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欸好意外喔 但這個意外不是一個 好的意思 就真的沒有什麼黑蒜的味道 頂多就是 比較鹹 有感覺到是比較鹹的味道 有一點點可惜 哇 出乎意料的 沒有驚喜感 好像也沒什麼好醬餅的 但肉質上還是給過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新品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覺得三款口味吃下來的話呢 自己反而比較喜歡 稍微比較便宜一點的 蜜製香料口味 它還是保有我們想吃炸雞的那種酥脆感 那另外兩款呢 都是 欸 實際上咬下去之後呢 好像沒有那種吃炸雞的爽感 那至於這個辣起司呢 還有黑蒜口味 我覺得呢 買來嘗鮮一下 主要是因為它的價位也不便宜 要165塊 實在是吃不飽啦 所以我覺得就真的是買個信仰 然後嘗鮮看看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而且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希望可以再多出點新品 讓我有片可以拍 掰掰